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从代码来看了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三个重要的结构体 那么这三个结构体呢 对于大家理解后面的课程呢 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三个结构体 在开始讲这三个结构体之前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在我们讲这个input 在我们讲这个字符设备驱动的时候呢 我们也讲过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结构体 就是什么呢 就是structcdv 那么structcdv呢 它就代表一个什么 代表一个字符设备 那么这里边呢 因为我们是要讲解的是input设备驱动 所以必然呢 有一个结构体呢 就用来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的input设备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用这个structinputdv呢 来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们的input输入设备 除了input输入设备之外呢 因为我们根据我们上几个的讲解哈 在input核心里边 它除了有输入设备驱动之外呢 还有输入事件驱动 那么既然说有输入事件驱动 那么这里边呢 就有一个structinputhandle 来表示什么呢 来表示输入事件 输入事件 那么它呢 代表输入设备的处理方法 处理方法 输入设备 那个设备驱动呢 它会得到底层的数据 那么底层数据怎么分发 怎么分配给上层呢 那么这个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事件驱动 来完成的 那么这个事件驱动呢 就是通过structinputhandle呢 这个结构性能来描述的 好 最后一个呢 是structinputhandle 那么这个inputhandle呢 它呢 是用来光量某个什么呢 某个input的设备 和某个input什么呢 input的一个handle 那么这个呢 代表输入设备 那么这个呢 代表什么呢 输入事件 也就是说 输入信息的一个处理方法 处理方法 那么通过这个一光量呢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降丽了 它跟它之间的联系 为什么要这样一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文档 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 这三个结构体 它的一个行业 第一个呢 是input的dev 那么input的dev呢 它代表的是底层的设备 比如说键盘 鼠标等等 那么所有设备的input对象呢 都保存在一个 全局的input的dev对列里边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在内核里边呢 有一个全局的变量 全局的变量 那么它的名字呢 叫input下滑向dev dv 因为它是个对列嘛 所有的input的设备呢 都保存在这个对列里边 所以呢 通过这个对列呢 就可以访问这些 所有的input的设备 第二个是input的handle 这个input的handle呢 代表输入设备的一个处理方法 因为这个input的dev呢 它是表示底层的设备 既然是底层的设备 那么这个input的设备驱动 其实就是把数据取上来 那么数据取上来以后 怎么样处理它呢 怎么样把它分发出去呢 那么这个呢 就是事件驱动 它做的事情 它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input的handle呢 它就代表某类输入设备的处理方法 处理方法 那么对于事件驱动来讲呢 在我们系统里边呢 有针对按键的事件驱动 就叫EDV 有针对鼠标的事件驱动 叫mouse DEV 还有keyboard等等 比如说EDV呢 就是专门处理输入设备 产生的event的事件 按键事件 而这个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事件 而我们的mouse呢 是鼠标事件 那么所有的input的handle呢 它也存放在什么呢 存放在一个队列里边 那么这个队列呢 是以input的handle 它这个队列头呢 作为一个队列 所以通过这个队列头呢 就能够便利系统里边 所有的什么呢 所有的这个input的handle 也就是说 input的事件驱动 最后呢 我们要强调一下 每一个 每一个设备 每一个input的设备呢 可以有多个input的handle 就是说可以对应多个 事件驱动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以鼠标来为例 那么对于鼠标来讲呢 我们可以按左键跟右键 按左键跟右键 所以它呢 需要事件 就是需要这个按键的 这个事件驱动来处理 那么同样道理 这个鼠标 它自己的特性 比如说你可以滚动它 你可以什么呢 你可以移动它 那么这个滚动和移动动作呢 又需要什么呢 又需要鼠标的事件驱动 就是说mouseDB来处理 所以对于一个鼠标 这个input的设备来讲呢 那么你就可以对应多个input的handle 因为你的鼠标按键呢 你需要什么呢 你需要这个EVDV 这个事件驱动来处理 而你的鼠标这个移动 或者滚动呢 就需要mouseDB 这个事件驱动来处理 因为一个input的handle呢 代表一个事件驱动 一个input的DV呢 代表一个设备 所以对于鼠标来讲呢 那么鼠标这个input的DV呢 就需要多个input的handle呢 来处理 所以这里边呢 就是这个意思 同样呢 一个input的handle呢 可以处理 可以用于多种输入设备 这个可以理解啊 比如说我们的EVDV 那么它呢 是处理按键事件的 那么产生按键事件的呢 有可能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一个键盘 那么也有可能是一个鼠标 所以这个input的handle呢 就可以对应键盘 这个input的DV 也可以什么呢 也可以用于什么呢 也可以用于USB 这个input的DV 所以一个input的handle呢 可以用于多种输入设备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最后的话呢 正是因为一个input的设备呢 它可以有多个 它可能就需要多个input的handle来处理 所以这时候呢 就有了一个input的handle 这个input的handle呢 用来关联某个input的DV 和某个input的handle input的handle 它呢对于下图中紫色圆点 紫色圆点 那么上面这一行呢 就表示input的设备 input的设备呢 是用input的DV来表示 那么就包括USB键盘 还有什么呢 headphone button 还有USB mouse 那么这一行呢 就表示事件驱动 那么系统里边呢 有哪些事件驱动呢 EV DV 这个是一个事件驱动 它呢 用处理按键输入 那么还有什么mouse DV 那么这个呢 它呢 是表示 用来表示一个鼠标的 鼠标是输入的 那么这个横轴呢 就表示input的DV 就表示什么呢 input的设备 那么纵轴呢 就表示input的handle 带R的handle 那么它呢 就表示事件驱动 事件驱动 这里边呢 它是一个网状 某一个input的设备 它所对应的事件驱动 它不一定有一个 不一定只有一个 比如说像USB mouse呢 那么它对应的什么呢 它对应的事件驱动呢 就有两个 一个是EVDV 一个是mouseDV mouseDV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就抽象出了一个input handle 这样一个结构体呢 用来表示什么呢 表示input的设备 跟input的事件呢 它的一个对应关系 它的一个对应关系 那么因为我们的USB鼠标呢 它会有两个 这个事件驱动来处理 所以它跟每个事件驱动的光联系呢 都需要用一个input handle来描述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你看它这个对应的什么呢 对应的分别是EVDV和mouseDV 所以它跟这个EVDV这个结构体呢 它之间的联系呢 就需要一个input handle呢 这样一个结构体呢 来表示 同样呢 它跟这个mouseDV这个事件驱动 它之间的联系呢 也需要一个input handle 这样一个结构体来描述 好 那么这个呢 是input handle input handle 这个input handle和上面这个input handle 是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 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那么对于上面这个input handle呢 代表的是事件的处理方法 也就是事件驱动 那么对于下面呢 它是用来光量某一个input的DV 和某一个input handle的 这三个结构体和它们之间联系呢 大家一定要把它记清楚了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三个结构体 它的一个成员变量 了解这些呢 对我们后面看待码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input的DV 好 那这个input的DV呢 它是在include linux的input.h里面定义 好 我们先看一下注释 好 这个呢 是用来表示一个input的设备的 表示一个input的设备 那么从上往下呢 它是一个名字 这个呢 表示设备名字 然后呢 Fizik这个呢 我们上面有注释啊 这个呢 是设备的名字 然后uniq呢 它呢 是唯一的一个 对于这个设备的唯一的一个 设备的一个ID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个ID 也是一个ID 那么这个ID呢 它是一个结构体 它是一个结构体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ID的话呢 它里面又包含 bus type vendor provide version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其实描述设备的一些 应件属性的 这是厂商的编号 这个呢 是设备编号 这个呢 是这个设备的版本号 这个呢 是bitmap bitmap是一个比特印射的一个设备的属性 设备的属性 这个设备属性呢 它是一个数组 它这个数组 数组元素呢 是一个long 那么这里边呢 有一些一个红定义 红定义 我们先来看后面的 那么这个后面的话呢 表示什么呢 表示它的一个长度 那么这个长度呢 是什么呢 1f加1 1f加1呢 那么刚好是什么呢 刚好是20 20的话呢 刚好是32 那么这个bit to long呢 就表示它呢 是几个long的长度 几个long的长度 比如说 假如说它是31 对于31个比特数来讲呢 那么它的long呢 长度呢 就是1 假如说这个是32 对于32个比特数来讲呢 它的long长度呢 也是1 也是1 那么对于33呢 那么这里边 假如33呢 一个长整形 一个整形呢 它是32个比特 那么这里边 假如说是33呢 那么 beats to long呢 就变成了2 那么假如这里边呢 变成65呢 因为65 因为一个long呢 它是32个比特 所以65呢 就需要三个long 三个long来表示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就变成了3 变成3 那么这里边 这个是三 这个是32 对于32比特来讲呢 那么它呢 需要一个整形表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速度的长度呢 就是1 它的目的呢 就是用为了用最小的这个long 就是这个整形呢 来表示所有的比特位 那么下面的话呢 跟上面一样 1bit呢 是bitmap or type event 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设备 它所支持的事件类型 事件类型 那么这个事件类型呢 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input.h里边呢 它呢 就定义了这些事件类型 这些呢 就是系统里边 支持的所有的事件类型 到这为止 key 这是按键事件 还有很多事件 很多事件 那么我们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input设备呢 它所支持的事件呢 类型呢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呢 你在编写这个input 这个设备驱动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给这些变量呢 付不同的值 来表示 它所支持的一个事件类型 那么这个keybeat呢 它是 是按键的类型 那么它呢 是在这里边描述 那么这些呢 就表示 按键的类型 那么这个按键类型呢 其实就是表示 你的按键的值 比如说对于我们的 这个键盘来讲呢 我们是会支持很多按键 12345678 AP3等等 在这里边的话呢 就会有所体现 对于鼠标来讲呢 我们只支持什么呢 我们只支持左键跟右键 所以我们这个按键呢 对于鼠标这个input的设备来讲呢 我们给这个代表鼠标的这个input的 dv的这个kb的复制的时候呢 我们就只能给它复 按左键跟按右键 这种类型 好 那么下面这些的话呢 跟上面一样 那么这个呢 是标 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鼠标 这个设备 它的一个复制 它的一个复制 好 那么再往后呢 这些的话呢 就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你的需要来实现了 根据需要来实现 那么 最重要的呢 就是后面这些了 后面这些 那么这些的话呢 open close 这些呢 就是用来表示 打开设备的时候 它的一些动作 那么这些行数的话呢 需要我们在这个input设备驱动里面呢 去支持它 strand dv呢 是每个设备的机内 所以在我们这里边的话呢 就要包含这样一个结构体 好 那么后面呢 有一个list header 跟hlist 跟node 只要我们看到这个list header呢 我们就知道 它呢 代表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链表的一个节点 链表一个节点 就代表它要把我们的这个input 的dv呢 要把它链到某一个链表里面去 所以这两个节点 它要链到哪个地方呢 那么我们后面 在讲解这些行数实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 到时候呢 我们再做详细说明 好 那么这个是input的dv 那么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input的handle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私有的成员 可以 这个呢 是一个word seer的一个private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保存这个结构 写的私有的一些变量 而后面的话呢 主要是一些行数 那么这些行数的话呢 需要在什么呢 在事件驱动里面去实现 因为我刚讲了 input的handle呢 表示一个事件驱动 那么它里面呢就会实现什么呢 实现一些针对这个input的设备 输入过来的事件的一个处理过程 好 那么这些处理的话呢 就需要通过这些行数里面来实现 好 那么这个呢是 那么这个呢是event handle event handle 然后呢 这个field呢 这个match 还有个match 那么这个match 什么时候被掉呢 这里面讲到了 它会在设备的id 和handle的id table 匹配成功以后呢 就会执行这个match 行数 那么这个connect connect呢 它呢 什么时候执行呢 当一个handle呢 匹配到一个设备的时候呢 就会执行到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它就有一个匹配的过程 匹配的过程 那么这个start呢 什么时候掉呢 那么这个start呢 是被调用 当什么呢 当input的核心 执行什么呢 执行connect行数以后呢 会被调到 那么这些行数的 调用流程呢 我们在后面 讲解这个 在讲解input 事件驱动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它的实现 它的调用的一个机制 那同时呢 我们也会讲 我们这个 对于我们这个 EVDEV 这样一个事件驱动 它里边 这些行数 是怎么实现的 它里边做了什么行为 我们呢 都会给大家讲 好 再往后呢 是一个fire operation 那么这个fire operation呢 就是它的一个 具体的行为了 这是一个词词微号 这个是名字 然后呢 是一个ID table 那么这个ID table的话呢 是干什么的呢 因为我们上几个讲到 这个platform 它是有个匹配过程的 它的匹配呢 一个呢 是通过ID 一个是通过名字 定了ID呢 那么就通过ID来匹配 否则呢 就往名字来匹配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也是代表一个匹配的过程 所以 这个input handle里边呢 你就需要定义这个ID table 这个ID table呢 其实呢 就是用来匹配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呢 有一个flag 还有一个bust type vendor provider version 那么这些呢 就是表示设备 这个后面呢 就表示什么呢 因为这个input handle呢 它是一个事件驱动 它这个事件驱动 所以这里边的这些东西呢 就代表它所能够处理的事件 和一些类型 好 再往后呢 是一个hlist和node 那么这个呢 跟我们刚刚讲的input dv呢 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list header 这个结构体呢 就知道 它这个呢 代表是一个节点 那么这个节点呢 必然呢 是要链到什么呢 链到某一个对类里边的 那么这个input handle 它要链到哪个对类里边呢 那么从这里边呢 我们就看到 它有两个节点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设备 这个input handle呢 它要链到两个对类里边 那么它要链到哪两个对类里边呢 那么这个呢 那么我们后面讲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了 好 那么这个是input handle input handle 讲完以后呢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input handle input handle 没有r input handle 那么这个呢 跟我们刚才input handle 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没有r的 那么这个input handle呢 我们刚讲了 它呢 对应的是 它其实呢 是表示一个input dv 和一个input handle的对应关系 所以在这里边的话 它的结构性呢 就比较简单了 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它里边呢 就有一个input dv 它只剩一个input dv 然后一个input handle 所以这个结构呢 就非常明显了 它呢 就是一个input dv 和一个input handle的对应关系 好 那么在它里边呢 有一个dnode hnode 那么同样道理 它也是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list header 这两个list header呢 同样的 它肯定也会链接到 某两个链表里边 它是链到哪 哪两个链表里边呢 我们在后面讲代码的时候呢 就会说明这个问题 好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就给大家 讲解了这三个结构体 它所代表的行义 以及它的一些实现 和它的一些定义 它的定义 那么在下节课呢 我们就来学习这个input的事件驱动 它的一个实现方法 那么在我们讲这个input的事件驱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到这三个结构体